大家好,我是齐聪 今天早上呢,翻开Facebook就看到一个新闻 看了很小孩,就是我们的张庆庆 就是什么名都鲁的国研 他现在是什么职位啊? 上一次他好像拒绝了什么团结部的副部长 然后应该去做什么中国特派大使了吧 我也不清楚现在到底是什么管理 总是哪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今天又骂什么? 他又骂我们的维生总监 骂他抗议失败,然后逼里巴拉,逼里巴拉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这至少是第二次了 有没有第三次我不知道 至少是第二次了 今天我真的是要讲几句话了 OK 张欣欣 这样多人应该骂了,你不骂,你不要去骂 网一下 OK 第一,第一该骂了 首相 全部国家政策都是首相同仇的 你不骂 第二 阿姊明 现在全部工厂可以开 都是阿姊明之前派的密集信给工厂开的 你不骂 你去看一下 全部中的那些维生全部都是工厂 OK 第三 你去骂卫生总监,你不去骂卫生部长 卫生部长除了教人家喝温水 还做了什么我不太清楚了 你不骂卫生部长,你去骂卫生总监 OK 这样我们讲还有卫生总监 我怎样我要帮卫生总监 我来讲一些公道话 他坐在这个位置 如果我是他,我坐在这个位置 我会怎样做呢 我真的是会把整个国家封锁起来 敢敢封他一个月 你看一下病毒还有办法传吗 可是就是因为他没有这个权力 他没有这个权力让这个国家停止运转 他没有这个权力让工厂全部关注门开 结果他可以怎样 他坐在这个位置给你骂 想一下啦 想一下啦 我希望啊 我也知道最近很多人在骂我们的卫生总监 我再想一下 卫生总监啊 站在他个人的立场 他当然希望这疫情马上结束 问题是他被绑手广角 大家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他被绑手广角 这边被卫生部长绑 那边被首相绑 这边又被阿志明绑 如果他有以上三者权力的话 疫情早就结束了 你相信吗 我都不知道 你们知道不知道 我一向在抗疫期间 他还要回医院动手术了 清手动手术 没有多少高官 坐到他这个位置 还要清手动手术了 你们知道吧 所以 我想大家想这个问题啊 是不是想深入一点 卫生总监 的确他有责任 问题是 大家也应该知道来龙去买 他被上面几个部长 首相 副首相 绑手绑脚 什么都看不了 你张晶晶这样多人 该骂你不骂 你跑去骂卫生总监 大家想一下啦 此时此刻你在哪里 我不知道你是在中国 还是在马来西亚 至少是第二次了 我觉得你接下来 还会继续骂卫 不过 你下次要骂卫 我直接跟你讲 你还有三个人 分享你可以骂 就是 首相 阿智明 还有卫生部长 先我去跟大家分享 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